为打击黄牛 近期相计有不同的演唱会推出实名制购票 因出现大型意外而腰斩的MIRROR We Are Live Concert 2022 更加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核下场地的首个实名制售票演唱会 但由于只得三成即是约37,700张的门票作公开发售 歌迷争崩头 难以进入系统 一票难求 黄牛票仍然有家有市 1,280元的门票被炒至6,000至7,000元不等 即使880元的门票也被炒至3,000至4,000元 天价令人诈舌 不少人更加批评主办商才是最大的黄牛 MIRROR的实名制扣票措施 每人每次限购最多两张门票 扣票时市民要输入附有相片的有效香港身份证 或者旅游证件英文全名 持票人入场时要出事与门票锁示姓名相同 而且附有其上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供核对 否则会被拒入场 非MIRROR即是MIRROR官方歌迷会的会员 更加要输入电邮地址作验证 立法会议员马逢国接受访问就大赞十明制的做法 只是好事一中可以有效打击黄牛炒卖 既然是这样为何迟迟不应用呢 从业界的角度 他们一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的习惯 就是通过比如说尋求赞助商 然后就给一些入场券赞助商 去做很多所谓tie in 就是合作的项目去推销 这个对演唱会的收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例 另外也不想太多干预或者收集一些演唱会的观众的个人讯息 因为这里不单只是一个要聘用到很多额外的人手 行政上要处理很多问题 包括退飞的安排等等就很复杂 另外一个刚才也说了就是 太多收集私人也可能怕要负责保管等等的责任 这些都是影响到开支的 被问到内部认购才是黄牛票的最大来源 马逢国就这样说 从业界的角度 他们也有很大的诉求 就是希望真的取代到黄牛票 将黄牛票的罰值和刑事化加重 这是觉得最有效的打击方法 因为业界来说就不希望放弃 例如说内部认购这种安排 被问到MIRROR演唱会公开售票时 系统不声附贺 既然是这样 抽签是否比较可取呢 马逢国就认为需要长远的思考 我一向都说这是一个愉快的问题 因为买演唱会票都是看演唱会 不是一个牵涉到民生 很多方面的问题 怎样去解决得好呢 我想累積经验就可以做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